字幕志祥 各位朋友們好 今天我們在台北市的遼寧街 今天我們講介紹一些台灣特別的美食 尤其是台北 那這個地方以前我來台北創業的時候 晚上肚子餓都會跑來這邊吃 原因是因為它單價不貴 再來就是它的麵啊 非常非常的樸實 但是卻非常好吃 而且它這邊有一個非常知名的黑心水餃 我們等一下上去品嘗 而且我今天帶全公司的人來吃 然後還找Bride一起來品嘗 我們來品嘗他們的滷味吧 GO 這五個都是明星商品 這五個全部我都要 然後再來就是 黑心水餃 黑心水餃 差不多先來十顆 一個魚丸一個綜合 水煮的這個包餐 就這樣三個湯 好 這是這個麵 怎樣 這家怎樣 沒有這個隔壁二樓的 隔壁還老老 這個是我們點的嘛 樓上我們員工點 對 不要看到別人的菜牛頭水好不好 哈哈哈哈 喔 打砸的齁 哎呦麻將 哇賽 我黑馬 我黑馬 然後 你點什麼 黑馬 這是黑馬 黑芝麻 黑芝麻 有一個沙茶 沙茶 特別的 沙茶 沙茶 然後 有一個混淨湯大的 還有一個 這是黑麻的啦 好不好 這是黑麻嗎 麻醬喔 麻醬 黑麻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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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是既上次LadyM之後 哈哈哈哈 LadyM吃到飽麵很 對 LadyM馬上變成乾麵 乾麵聚餐 這很誇張欸 看起來超豐盛的啦 這是LadyM下棋 下棋 哈哈哈哈 只能練吃鹹的 Ladyman 那我可以吃man 那個 你們沒有點黑心水餃 Ladyman欸 有 有點英粉 好 這樣就可以了 我不會拍你 好 這真的不是瞎說的 大部分的老饕 都只專注於 比較更精緻的 例如牛肉麵 牛排 但是像這樣子 樸實的美食 通常 反而讓我們 忽略 來了 哇 這都我們大碗的 那我們有 這個是黑麻 對對對 這黑麻 黑麻 麻醬 這個是炸醬 炸醬 這個是油拌麵 油拌麵 油拌麵 對然後 還差一個炸麻要頂一下 對對對 然後 魚丸湯 蛋包湯 好 我們點了黑麻 黑麻麵 麻醬麵 炸醬麵 油拌麵 沙茶麵 還有 炸麻麵 炸麻麵就是炸醬麵加麻醬麵 如果你來這個地方 你如果說 每一個口味你都想吃 你就可以點這種大碗 然後點小碗 然後跟你朋友一起分 他這邊有這個空碗 然後你就可以 分著吃 用個公塊就可以分著吃 你就可以來這邊 很簡單 就可以吃到不同的口味 對 我們要開動 你看 超香 有沒有聞到 五碗 我們有五碗 這個是 黑麻麵 黑麻 吃起來覺得怎樣 好香喔 很香喔 很香 會讓我想到吃那個混 那個什麼 湯圓有沒有 黑芝麻湯圓 對 那個黑芝麻 對 麵很Q 所以在家裡如果沒有醬料去買的 黑芝麻的那個湯圓把它擠出來 馬上吃掉 炸麻 就是炸醬加麻醬麵 吃吃看 我有來吃那麼多次 我真的還沒有吃過這種炸麻麵 我先聞到這個炸醬的香味 還有一點點這個 芝麻味 還不錯 不過呢 比起剛剛吃的這個麻醬麵也好 或者是 欸 或者是黑麻麵 它這味道就 跟他們比起來會比較清淡一點 我現在試吃油拌麵 最早第一次來這個地方 就是十幾年前 就是吃油拌麵 而且我喜歡吃這種比較細的麵 這油拌麵好好吃 這油拌麵就古早會啊 就是 它吃起來又不像豬油 它是不知道是什麼油 等一下來問老闆 就是有點那種醬油味 很香的醬油味 很香的醬油味 來來這個 最特別的 對 這個全台灣找不到 這麼特別的水餃 黑心水餃 對 什麼味道 很香喔 還是出肉味為主耶 不過什麼是黑的 過期 很香 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很香 很香 然後又很有水分 對 Juicy 好吃 這個就真的是 從小到大的那種味道 又簡單 對 符合我心目中最乾麵的標準 嗯 但是你喜歡吃細麵對不對 對 如果它是那種洋蔥麵 我會更愛 喔 不過這麵也不錯了啦 這麵也不錯 我喜歡這種麵 細麵 好吃 接下來這個是麻醬麵 麻醬麵 麻醬麵也是我最愛吃的 哇你看 這個應該是麵喔 先上來 然後再把醬淋上去 這樣會比較好看 這樣會比較漂亮一點 不過因為可能 做餐的速度沒有辦法這樣子 他們要先把碗裡面的醬先放進去 然後麵撈上來 然後就丟進去 所以他們沒有時間這樣子弄 小吃一定沒有在講究擺盤的啦 對 喔 天啊 人客你看看 哇賽 這麻醬麵 太香了 麻醬麵是用什麼 芝麻再加花生 對不對 黑麻就是 黑麻就是 芝麻 對 黑麻就是黑芝麻 黑麻 我以前 我以前小時候就都是吃麻醬麵 來 來 來 換你 就是拌 對就是拌 好濃喔 他這個用料給的很足 對啊 他那個醬料一吃就覺得 嗯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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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下來是 炸醬麵 純炸醬麵 純炸醬麵 吃一看喔 嗯 還不錯 好吃 不過我 炸醬麵不是我最喜歡的 但味道是很 很香的 其實也是很香 你知道這個豆腐有一般市場那種 傳統豆腐 對 跟嫩豆腐 對 那他的剛好介於中間耶 喔你說 那個冷凍豆腐跟 傳統豆腐的那個 口感 對啊 就是老豆腐跟那種嫩豆腐 他剛好介於中間 你吃吃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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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這應該是手工豆腐 沒錯啦 他不是那種冷凍豆腐 這是手工豆腐 沒錯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黑心水餃 整顆都是黑色的 你們看到 整顆都黑色的 你們看到 好好吃喔 這個也是他們的招牌 蛋包湯 對啊 這 蛋包湯 這個看起來這樣一顆大水餃 好像事實上裡面是 這個雞蛋 而且是好像半熟 爆漿時刻 欸半熟耶 欸真的半熟耶 只有蛋香 沒有吃到蛋黃的感覺 你看 在嘴巴裡面爆開 這個就是所謂的口爆 我剛剛被口爆了 好啦我們 吃得差不多了 這個 有機會可以來這邊品嘗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邊 第一個他的菜色 其實很齊全 然後 他的菜就是 我講的很樸實 然後很傳統 然後呢 他可以把麵做成那麼多種口味 最主要是他的醬料 做得非常精緻 那 如果各位朋友們 如果有來台北 你如果其實半夜肚子餓 想吃宵夜 都可以來這邊 試試看 他這邊營業到很晚 他這邊營業到 沒有寫時間 我知道到半夜 兩三點都還有 對 所以呢 如果有來台北玩啊 或者是 你是台北 不知道這個地方 你可以來這邊吃吃看 那或者來台灣玩 你可以來這邊品嘗看看 這個 很道地的 媽煮麵 好不好 那今天節目都介紹到這邊 那希望大家一起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我的微軸 還有我的Facebook 還有IG 我們下次見 各位 掰掰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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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